我們今天要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陳富雄委員 蔡智英委員 高嘉宇議員 許舒華委員 李勝峰委員 好 那麼今天 這個聯合報 中國時報 這個經濟時報 都在頭版登了很重要的新聞 日本要拚經濟 所以他現在要搞一個叫做 超值星期五 叫Premium Friday 超值的星期五 星期五三點就下班 讓你早兩三個鐘頭去幹嘛 去Shopping 去看電影 吃小館子 反正不管幹嘛 出去消費等等 他們想要用消費來帶動經濟 用休假來帶動消費 用消費來帶動經濟 韓國說要跟進 我們的勞動部說 尚不考慮跟進 勞動部一粒一休 已經搞了一個倒兩個大了 想到說還要再什麼休休休 他瘋了 不敢弄 日本跟韓國都為了避免過勞死 因為前陣子有員工跳樓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們現在說 大家一方面是休息 一方面是認為說可以增加消費 也刺激經濟 要拚經濟 所以大家現在都是要拚經濟的 勞動部說 現在大家先去適應一粒一休吧 暫時不要學日本跟韓國吧 百貨業說這是對零售是有利的 要完整配套了 我們到底會不會做 會不會將來整個的趨勢 都是工時越來越少 超值星期五是政府跟企業團體 一起推出來的 讓員工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 提早在下午3點或4點下班 各企業自己選擇要不要加入 那麼航空業者 鐵道業者 基本上都打折 讓你好好的 因為5 6日搞不好3天就可以去玩 像我們現在228連續4天 如果禮拜五就來的話 搞不好將近5天 另外就是韓國是擴大彈性工時 然後企業彈性 然後勞工可以選擇週一到週四 每天工作8點5小時 到禮拜五的時候提前2小時下班 而且每個月指定一天為家庭日 讓民主人有更多時間 購物跟旅遊 我就趕快去查說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是平日的話 勞基法第24條第一項 如果你平日 如果你超過每週超過 不能超過40小時 另外如果延長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 平日每小時按照工資要再給 加1 3 如果2小時 再延2小時 要再加3分之2 比假日好了 假日是1.33 2.66倍 平日好一些 所以就是說 本來我們可以說 你企業自己去決定 可是因為我們還受到 每週公時跟每天公時的限制 所以大概企業願意這樣做的 大概不多了 我們看一下講話 請問 日本上班族只被慶祝 但這可是週五的下午3點半 超值星期五計畫 在24號正式實施 而超值星期五 就是讓員工 在週一到週四 多工作半小時 週五提早2小時下班 韓國跟著仿校 推廣彈性工時 達成每週五 提前2小時下班 刺激國內經濟消費 但超值星期五 在台灣可行性高嗎 勞動不說 因為縣政推動一例一休 目前不考慮跟進 對日韓超值星期五 國內餐飲業者則說 最擔心的是人力成本增加 而不是業績的成長 國外為刺激消費 推超值星期五 讓台灣上班族謝幕 但國內能否推動 似乎還得再討論 現在一例一休 炒來炒去就是為了 有沒有彈性 業者常常說 你給我一點彈性 因為製造業跟服務業不同 服務業可能有不同的行業 但是我剛剛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法律 如果每天超過8小時 就不行了 或是每週超過40小時 也就是說 我就算每週沒有超過4小時 但是如果有一天超過8小時 不行 你就要按照 平日的加班費給他 一點彈性都沒有 徐瑞怎麼看 沒錯 我覺得這個超值星期五 其實不需要問蔡英文 也不需要問勞動部 如果你問一般的上班族 他可能會給你一個白眼 第一個 如果你禮拜五 你把這個時間 全部把它濃縮下來的話 如果他的工作沒有完成 你覺得他可能提早下班嗎 如果這是政府 或者是企業的一個政策 他必須把他禮拜五 剩下那幾個鐘頭 他必須加到1到4 事實上如果對於勞工來講 他其實增加的 反而是他過勞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政府本來就不應該跟風 而是回過頭來看 我覺得在一粒一休 推動的過程當中 確實造成民間很大的一個 反彈的聲浪 我覺得政府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好好的檢討 像林辰院長他特別提到 他覺得現階段或許一粒一休 他有可能有調整的空間 我覺得我也很難得 我們在野黨認同 我個人認同他在一粒一休 必須要做一定的一個調整 否則的話現在 在很多我們企業的勞工 他本來就沒有彈性的工時 在加班上對企業來講 都造成很大的負擔 來 嘉宇 我覺得國民黨的論調 我們是覺得有點前後矛盾 因為之前他們是主張是惡例的 結果現在一粒一休推行 他們又說要彈性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對政府來講 怎麼樣去保障勞工的權益 是民進黨最在乎的 大家一直感受到說 好像一粒一休造成了物價上漲 物價上漲之後 大家又緊縮消費 所以是一個惡性循環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政府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民進黨實施 一粒一休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保障勞工 然後又兼顧彈性 可是到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把這個部分說明清楚 然後媒體一直擴大 好像一粒一休造成了物價的上漲 然後使勞工原本的加班 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個部分 民進黨必須要說清楚之外 我覺得台灣的經濟 其實也是民進黨 今年的一個施政的重點 所以剛剛講那個超值星期五 我覺得政府如何去帶動消費 是一個非常重要 超值星期五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行 也是一個彈性的做法 如果有些企業可以配合 我覺得政府也應該要適度的鼓勵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剛剛提到說 一粒一休用意很好 但是沒講清楚 民進黨以前不是很會講 我記得很多很久多年來 就任何事本來好像國民黨是對的 後來國民黨變錯了 民進黨就不斷地宣傳 宣傳來宣傳 宣傳是在路上跑 然後各種各樣 就變對了 為什麼現在真的執政後 反而遇到這麼大的問題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現在發言人徐國勇 應該很會講才對 奇怪 怎麼會講不清楚 我等等請教老闆 我們看實質薪資是倒退的 去年全時工作 月領4875萬 這其實包括獎金什麼 平均起來了 其實就是說明目是有增加 9年每個月有增加3434 但是你扣掉物價 所以實質其實並沒有增加 其實是減的 其實反而是減的 這邊有一個例子 2015年每個月經常性 是拿38716塊 2016年是39238塊 增加1.35% 但是總薪資加上獎金 加班費等等 在2015年是48490 2016年是48790 多一點點 但是物價上漲1.4% 結果實質總薪資 實質經常性都降低 這個減0.05% 這個減0.77% 所以你把這個物價放出去 就有問題了 TLS剛發表一個調查 我們把它重要的拿出來講 因為它調查做得非常長 你對一粒一休滿不滿意 這個休 一粒一休的休假制度滿不滿意 不滿意的47% 不過已經比65%下降了 滿意的17% 所以不滿意雖然下降 滿意也下降 其他跑到呢 其他跑到不知道 無所謂 跑到那個地方去 我覺得大家看 理論上這個制度應該是好 勞工多休暇 怎麼搞這麼亂 所以這個不滿意 包括不滿意這個制度 包括不滿意政府的解釋 整個搞得這麼混亂都有 但是我們看滿意的 其實也並不多 這很奇怪 一個東西到底講 不滿意的多 滿意的應該多 至少我做這個事 一半滿意一半不滿意 搞得不滿意 怎麼都不滿意 再問說你知不支持 一令一休勞工需要制度 支持了35% 不支持了42% 所以看起來 支持的35% 是比不滿意的 比滿意的17%多 換句話說這個制度大家支持的 他說什麼不滿意 為什麼滿意的那麼少 支持35%滿意17% 就是大家覺得你執行得很爛 搞了半天怎麼一個制度 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程維遠怎麼看 我覺得最簡單最快速的方法 就把徐國榮換掉換高家瑜 是這樣 先講這個超值禮拜五 我認為我們不會跟進 也不應該跟進 跟進也沒有用 但是政府不跟進的理由 說先適應一休再說 是不對的 是不對 我覺得最近這幾年 其實全世界的貿易量是下降的 波羅的海指數下降得非常厲害 對 非常的慘 所以靠貿易 尤其是輸出的國家 其實都不太好 都在想 也許我應該要搞內需 這個你看 但是日本安倍政府 這幾年來搞內需 三字劍 所有的花樣沒有一樣有效 我覺得日本跟台灣的情況 其實滿類似的 有沒有錢 這個社會其實是有錢的 但是錢 有人很多錢 但是有錢的人不花 為什麼 他覺得大家都看壞 幹嘛我花錢 而且對未來沒有信心 這是一個 老師 另外就是說 就算他花因為他人少也有限 他能夠花多少 需要花錢 想花錢 尤其是大部分我們的電視觀眾 想要花錢的 他手上的錢很緊 所以你說禮拜五下午 特別放假 這樣大家就花錢 這其實是東方思維 東方人 韓國人 日本人 台灣人就說 你放假 你大概總不能窩在家裡 你要出去走動 總要花一點小錢 我覺得這個效果有限 你要看看 先進國家 比如說西歐 比如說北歐 他們利家就多 而且下午放工 回家的時間早 他們回家有沒有出來 洗歸手 沒有 回家看小孩 回家守住老婆 回家就不出門了 根本就沒有 你去過北歐沒有 四五點之後 走路乾淨淨淨 你禮拜五下午 你放假 他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想辦法 鼓起大家這個願力 錢花出來 而且你說人數雖然少 我覺得有錢人要先花錢 有錢的花錢 是那個心裁點火 會這樣砰起來 我同意 你的汽車花不動的時候 一旦動了以後 這隻車子會上 所以沒有人用你 引擎讓他點火 就沒有用了 有錢人要稍微開錢 來 蔡委員 有可能 超自興趣我在台灣執行嗎 我覺得還是先把一粒一休 做好了 我還是先講一下 一粒一休 其實基本上問題不大 我覺得大的是 其實加了一個 所謂的勞檢這個問題 因為實務上 我們台灣目前的 整個總公司 大家都認為是過勞 一粒一休 其實是希望減少過勞 就是其中一個 禮拜六的時候 能夠不要來上班 如果真的你要上班 我邀請你付比較高的加班分 實務上的狀況 我們會發現 在投票那幾天 就在決定這個案子 立法院決定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 勞工團體在那邊抗議 開始罵很多的委員 說你們這個不對 我記得他們在罵我們什麼 他們說 你們不推動四職週休二日 就是假改革 結果我現在回顧台 大家就說 這個一粒一休不行 我現在其實說實話 我就覺得整個輿論 有點前後矛盾 剛開始是說要週休二日 現在最誇張是說一粒一休 大家很忙 但我覺得最關鍵的是說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修正版本 是為了上一次政府 把160個小時修正完之後 他沒有同步修週休二日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週二日其實沒有做勞檢 現在是一個關鍵就是說 政府在現在做六個月的宣導期 之前有講到 就是以後要強力執法 能不能真正的落實 我覺得這是關鍵 如果真正能夠落實 這種期過了之後 我認為一粒一休是週年就這樣 未來就是週休二日 來 山峰 我就這樣子 聽了民進黨在講 一粒一休等等 我就想起了 馬英九的福茂跟ECFA 講起來道理通通通 數字拿出來好像也都對 可是就是在這個社會 完全被推翻掉了 為什麼 就是我們就好來想一想 假如能來照高議員這樣子 用很多數字來說明 這跟馬英九一樣 數字 只有數字沒有政策 人民一樣沒有感情 請不要忘記 一粒一休問題出在哪裡 好好回想一下 推出一粒一休說 勞團第一個出來反對 就是說你是法甲灣 因為你根本跟我承諾的是不一樣 對這一個攻擊就一直擴大 然後一直沒有溝通力 所以一直擴大 擴大 擴大到最後 現在人民看到的是什麼 人民聽到說 這個政府是在做什麼 到現在還有人來問 一粒一休是什麼 到現在還有那個小企業 那個小公司的老闆 員工做三四個人的那一種有沒有 說我們頭上都大家說一說就好了 現在這個一粒就是創什麼 你知道嗎 到現在他還不知道 很多會計不知道怎麼做 他現在真的還不知道 因為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時要推一粒休收 馬上被挑戰是法甲灣 然後就一邊擴大 擴大了結果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聲音 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 到了最後的結果他整個 要是在做什麼 很抱歉 這種感覺已經回不去了 這種已經負面的 已經負面的感覺 就如同當時馬英九推動的服帽 還有這個 尤其是ECO 有服帽 到最後整個被汙名化之後 他不論講了多少的數字 不論講了多少政治 讀理性的說明 賣台這幾位就算了一樣 現在一樣 一粒一休是什麼東西 所以一粒一休那個社會的感覺 說政府你是在做什麼 就做到今天還沒收多少錢 這就是剛才您講的那個數字上 一個很有趣說 這個不滿意的 跟支持的比例怎麼會差那麼大 理由就是你是在做什麼 我看不懂 所以這個時候無論講了什麼 大概整個社會的感覺回不來 假如這個感覺沒有去抓到的話 那是沒有用的 真的 而且可能不只是一粒一休 包括年金 包括很多 通通是這樣的 其實可能都是這樣 好 那麼我們看有一個調查 是TPS今天做的 就問最近物價上漲情況嚴不嚴重 認為嚴重有77% 認為不嚴重只有13% 每一件的11% 這跟我們剛剛對照 這個明目薪資雖然有一點增加 但是加上物價以後反而倒退 所以就是說小老百姓 其實對日常生活這些 不要看到幾塊幾塊 都是精盡計較要算了 精打細算了 否則日子很不好過